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周大哥, 你怎麼樣? 靖哥哥, 你放心吧 有爹的解藥一定沒事 你這個老頑童真是混亂的 你這隻手怎麼夠王老邪打呢? 黃老邪, 實不相瞞 我周伯東這次真的上了自己當 這個右手 無緣無故學了九陰真經的武功 那豈不是違反了師兄的違訓 所以我發覺是 如果我還沒把九陰真經的武功忘記 一乾二淨之前 我就絕對不會用這個右手跟人打架的 老頑童, 說真的 如果我兩隻手跟你打 你哪兒是我的皮 老頑童 天下療傷之藥 我桃花島的無常丹 可以說是數一數二 你每隔一天服飾一顆 七天之內, 你的內傷沒甚麼大礙 那怎麼回事 不過這件事我絕對相信你 不然你怎麼會改名叫弱師呢 為甚麼我改名叫白通呢 白通, 白通 老頑童, 我這個白都想不通 白通 老頑童 你我之間的恩怨 從現在開始一筆勾銷了 你喜歡走的就隨便 我會派人送你去碼頭 好... 老頑童, 我看不用了 相請不如偶遇 老頑童坐上我的船走就行了 別客氣了, 多謝甲成為了 你的船我打死也不想了 裡面有很多蛇的 我寧願跟老乞丐一起走 跟我一起? 是呀 你不怕我老乞丐全身失懶嗎 那我又不怕, 失懶咬乞丐 不咬老頑童 是呀 黃老邪, 這次我遠道而來 既然我們未能成為親家的 我也不便打擾 就此告辭 哈兒, 我們走 鋒兄, 請慢 我記得 我曾經向歐陽賢侄下諾言 不會讓他兇手而回的 賢侄, 令叔的武功冠絕天下 旁人望塵莫及 在武功上的事, 我想我教不了你 不過其他旁門左道之內 我也略知一二的 不知道你想學甚麼呢 晚輩久聞黃世伯 奇門五行之術, 天下無雙 求黃世伯次教一二 五行奇門之術, 包羅萬有 不知道你想學哪一門呢 晚輩想求黃世伯 准我在島上住一段日子 待我好有機會仔細研習 島上的機關佈置 小毒物, 你真古怪 不如這樣吧, 你在島上住了三五七年 那就更多機會接近了, 蓉兒 七公放心 就算這個人一輩子留在桃花道牆住 蓉兒也不會管他的, 靖哥哥好 客兒, 你真不知道天高地有 黃老邪窮半生心血 只在桃花道佈置了這麼多奧妙機關 以防外敵入侵 你們怎麼會教給你呢 笑話 桃花道就算毫無機關佈置 旁人也不會輕易能夠入侵 好, 我就把桃花道的奇門五行之術 全部教給你 謝謝黃世伯 歐陽實, 這份就是我們桃花道的總徒 你拿回去慢慢研習 謝謝黃世伯 三個月之後 我會派人去白駝山拿回來 你放心, 一定不會是我拿回來 律師, 告辭 鳳兄, 後會有期 老毒物, 華三倫見之旗就快到了 你快點回去養精畜藥 到時候我們打個痛快 紅七公, 我看我們不必相憎 當今世上武功天下第一 已經夫之欲出了 夫之欲出 你不是說你這個老毒物了吧 我歐陽鋒武功低微 又不懂得九陰真經哪兒敢做天下第一 你又說老橫和周伯通 老毒物, 你放心 我發過誓以後都不會用九陰真經的功夫 或者做天下第一怎麼好玩呢 算我做天下第一就最好了 至少不用跟人爭賊死吧 你不是說發過誓 可是你的結拜二弟已經學會了九陰真經 日後華山論劍獨領風騷的說不定會是他 郭兒侄, 日後華山論劍再比公低 對了, 房老邪 我跟老黑預算哪兒的船 是啊 你們坐那艘 那艘船有勢又難, 我們怎麼坐 不行, 我無論如何都不坐這艘 我不管, 我坐那艘 周兄, 那艘船沒收你好, 不能坐 我不管, 我無論如何都坐那艘 那艘船很邪門, 不太刺激 甚麼不刺激 騙我呀, 騙神騙拐, 我不相信你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總之那艘船就不能坐 你不喜歡的話, 自己游泳走 黃老邪, 你很孤寒, 你欺負我 周大哥, 你別這樣, 甚麼事 郭靖, 你和他們一起走 爹 你這個不忠不實, 貼皮的小人 以後你再來桃花島, 我就殺了你 我沒有偷到九陰真經 事前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周大哥, 幫我嘴巴 甚麼事 事到如今了, 你就認了他 你明明親口跟我說 那本九陰真經在梅朝風身上偷回來的 還有, 你說如果可以學到九陰真經的功夫就好了 到時一定天下無敵地說 我甚麼時候說過 我們走吧 爹, 我不走, 老闆童亂說的 碧哥哥 你看到嗎? 黃老邪被我氣得吹叔老眼的樣子 挺有趣的 是這樣的 他不讓我唱個大領船 我就是要氣死他為止 原來靖兒真的不知道他學的是九陰真經 他當然不知道 他這麼討厭九陰真經 不過我聰明 我告訴他這些叫做百通神經 這次靖兒被你害死了 看來這個黃老邪這次都很生氣了 別管他, 我們走吧 好, 走吧 好, 走吧 黃老邪, 不用緊張, 阿靖 等黃老邪下了一口氣之後 我才跟他解釋清楚, 這樣就沒事了 沒錯了 老乞兒說得合情合理 不用管他這麼多 走吧 走吧 小朋友, 來, 載我們去那艘大領船 老頑童, 為甚麼要坐那艘 這艘看起來實在正好 實在是正好 實在是正好, 這艘船這麼小 我們三個人都很擠迫 黃老邪這麼孤行 讓我們坐那艘大領船 我們就要多一次坐那艘大領船走 來... 爹, 你相信我 靖哥哥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全都是個老頑童周伯通搞出來的 爹 你不用再說了 我怎麼也不會讓你嫁給姓郭的小子 爹, 你怎麼不說理由 好, 你不讓我嫁給靖哥哥嘛 我就這一生這一世都不嫁人 你只好說 那你就一輩子留在桃花島陪著爹 你欺負我, 你怎麼不疼我 我還給兩七子 蓉兒... 甚麼話 周伯通他們坐一艘樓船出海 大領船就是大領船 開得特別快 老一爺, 你看 多壯觀, 多一望無際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是呀 還好有這麼漂亮的酒陪著我 要不然就真是悶死我這個乞兒功 阿靖, 喝一杯吧, 驅寒 好多久, 去睡, 開了 那個傻子幹甚麼 還好說 你別再說了 一天是你不好 真是 承認干什麼 。。。。。。 她很可憐 蓉兒現在都不知道他是怎麼做 爹他非人說的出做得到的 如果靖哥哥真的回來桃花島 爹一定會殺了靖哥哥的 但是如果蓉兒偷偷地走出去見靖哥哥 你就留下爹一個人在桃花島 爹有的,不要可憐,很慘 娘啊,如果你還在山就好了 你可以幫蓉兒拿主意吧 娘啊,娘啊 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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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啊 娘啊 娘呢 娘啊 娘 Statistics 女生 感谢观看 阿贺 我只想你 我真的很想你 阿贺, 你知不知道我只想你 我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我曾經在你臨前發誓 我一定要拿到救任俊經理的 好讓你在天之靈之刀 阿贺 當年你苦思不得的經歷究竟是怎樣 十幾年來 雖然我困住了周伯道 但是我始終都沒有算何事 阿恒, 你知道嗎? 這次真是神推鬼 周伯道竟然偷了我 特地做你和你匯合的流船出海 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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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會稱讚我這個做丈夫的 言出必行 答應過的一定會做 我要救靖哥哥 你現在先去, 太遲了 我不管, 如果我救不了靖哥哥 我寧願陪他一起去 是得爺, 快點 這個… 為甚麼那些船 無端端會穿這個洞窿的 我怎麼知道 我知道了, 一定是蓉兒的 他說船沒收你, 原來是真的 真是 不停老人而行, 再賺錢 這錢真是死了很困難 老二, 我還沒想死 你真是老公, 真是你 又是貪這艘船漂亮, 貪這艘船大 為甚麼你才說我同一靜, 你開心 你真是… 太兒 大叔 有甚麼動靜 沒甚麼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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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他們還沒離開桃花島 會不會你昨晚睡著眼睛看漏眼 昨晚真的沒船經過 大叔, 我真的沒睡著眼睛看漏眼 昨天晚上有大樓船經過我也看到了 畢竟他不是那艘船所以沒有追 甚麼?大樓船 一定是他們換了一條船 不會吧, 他們走著… 你還好說 你們船甚麼時候經過的 大約兩、三個時間之前 馬上起立 追 好, 幸好我們找到一條圍桿 今天這次很可憐 我沒有老頑童多次做了落湯雞的 你不對, 應該是落水狗才對 這次真是 正一是名是其實的鹹湯煲老狗 那是 死得連徒都還有心經說笑 我真是扶著你 你這個老乞兒 這樣的形勢 你笑著也要死, 哭著也要死 那當然是笑著死開心很多了吧 這樣也不一定會死的 我們可以一起踢水 說不定, 如果我們踢到岸呢 叔叔, 救開門的是甚麼 不知道為甚麼樓船出自尋了 要所有人留意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的屍體 不行… 沒有…沒有去 舅大哥, 你的傷還沒好, 你先休息一會 我跟師父頂住 你真是辛苦過華山都不見 華山論劍 我們在海裡飄浮發 不浸死也餓死了, 論甚麼是劍 那你可放心, 一定我們也不死 整海都是魚, 只吃海鮮也飽死你了 你可說吧, 怎麼引魚過來才行呢 不用餓了, 有幾條魚過來 鯊魚 鯊魚好不好吃 也不好吃 我看那條鯊魚就覺得好吃了 什麼鯊魚吃人了嗎 還說這麼多幹甚麼 快點踢水走 踢水踢吧 整個十個八個老頑童來 都快不過那條鯊魚了 那怎麼辦 我還有一把匕首 一把匕首有用嗎 整群鯊魚來的, 看可別 救命呀... 救命呀, 救命呀 幹甚麼 大海莫過, 你叫給誰聽 救命呀 師父, 莊大哥, 你看那兒 鯊魚鯊的船 先說明 我死都不上老毒物的船 上面有很多蛇 那你們自己留在餵鯊魚呢 我們上船 救命呀, 鯊魚鯊, 我們在這兒 快點, 快點, 鯊魚鯊 鯊魚鯊, 我們在這兒 馬上走船, 救他們上來 快點 洪七公, 周伯通, 郭元澤 我們要再見面 老毒物, 先知聲明 這次你自願接我們上船 就不是...我們叫救命呀 那你救我們上船 所以你別想著有甚麼救命之恩 那倒是 是我妨礙你們在海裡跟鯊魚玩而已 沒錯...這樣說就對了 不過這樣 你就總算不用我們做鯊魚的晚餐 大家當作扯平吧 以後就各不相欠了 豈有錢 鯊魚騷擾我們三位跪下 阿兒, 竹蹄上來, 教訓一下 知道 厲害了 剛才在海裡給他, 他想吃我們 現在我們就吃不了他了 阿靖, 可惜蓉兒不在 要不然他一定會把鯊魚鯊給我吃 就這樣吃了他就太便宜了 小侄有個方法 可以幫熊虎前輩出口氣 走 這麼做真的吃東西又吃不到 死一時三刻就死不去 這麼毒的毒是你才想得出來 過獎過獎 真是正所謂有其宿必有其賊 老毒物, 你後繼有人 真是何氣何何 這只是雕蟲小技 比起我, 還差很遠 你看你沙塵的樣子 老毒物, 你說得你這麼厲害 你可不可以一次過殺了海裡的鯊魚 這也很簡單 簡單 行不行, 我又不相信 這樣吧, 如果你可以殺死海裡的鯊魚 我周伯通就向你扣三百個響頭 叫你一千句爺爺 那就不敢當, 不如我們打賭 好呀, 賭甚麼? 賭大一點, 賭人頭也可以 賭人頭就不必了 不如這樣吧, 假如我贏了 你就幫我做一件事 如果我輸了, 我也幫你做一件事 好嗎? 好...你喜歡點賭就點賭 那就勞煩洪七公做見證人 既然這麼給面子, 沒問題我答應你們 好... 還有... 還有甚麼? 假如贏了那方, 要對方做一件事 對方做不到, 或者不肯去做的 那就... 那...怎麼做? 那就自己跳下海裡餵魚 好... 一條鯊魚上來 好, 老毒物, 這樣不算數 現在死了一條 那當然不算數 好氣在後頭 老毒物, 你果然厲害 小小一杯毒液而已 弄得整個海裡的鯊魚都死了 糟了 我這種毒液非常奇妥 只要一碰到鮮血 那些鮮血就會變成劇毒 所以剛才那小杯的毒液 就會使得所有的鯊魚一傳十 十傳百 百傳千, 千傳萬傳出去 真果然是西毒 真厲害 真厲害, 這裡真是毒氣昏天 你覺不覺得 老毒物, 幫幫忙 麻煩你拿一下, 洗開船 好 阿兒, 馬上開船 是 老毒物 對了, 老毒物 我周伯公是懸賭復書的 有甚麼奔赴我做的, 你現在說的 幹甚麼 那也不用這麼心急 打倒的事慢慢再說都不遲 你們進船莊, 先休息一下 別抹關節了, 現在說吧, 老毒物 真是算了 師父 周大哥跟了歐陽鋒去 你以為會不會有事 很難說的 你知道老毒物是那份人的 他 兩位大人, 請用膳 你放下就行了, 放下就行了 奇怪了 為甚麼那些老毒物會對我們這麼好 無事獻因勤, 非奸即道 我們還是小心點 慢著 慎防他詭計多冤 在食物上下毒藥 所以這一頓我們只吃飯好了 九陰真經 你把九陰真經抹出來嗎 沒錯, 老頑童, 你不是想反悔嗎 那又不是反悔 不過九陰真經就真的不能抹給你的 不如這樣, 我抹另一個經給你 老子道德經, 好不好 不行 賭服輸, 你一定要照做 不如這樣吧, 我扮九陰真經 你知道大人大姐扮九陰真經很難看 是不是 混帳 老頭, 你別再胡鬧了 聰明就把九陰真經抹出來 那我答應師兄不可以隨便把九陰真經教其他人 混帳 交給郭靖 那又不一樣 我只是想玩玩而已 周前輩, 你答應過我叔叔 如果你輸了, 我叔叔叫你做甚麼都要做 不然... 不然就自己跳下去餵魚 我記得很清楚 用不著你的小毒物提我 你記得就最好 那好吧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把九陰真經交給你的 最多…我自己跳下去餵魚 哄亂你的老毒物 叔叔, 他跳下去那怎麼辦 他以為跳下去 我就沒辦法得到九陰真經了嗎 來, 給我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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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就當作吃光了 師父 這隻舌頭是自己的 要進來就進來, 何必敲門 黃七公, 酒菜合得好嗎 說真的, 只是一般 豬肉是鹹的, 雞是辣的 是 這樣吃完了 你們很餓嗎 你別說了 我們在海上漂流了一天 怎麼會不餓 對了, 老頑童呢 老頑童 他跟我打賭輸了 我要他做的事他做不到 那你到底要他做甚麼 我要他把九陰真經的經文說出來 誰不知他說的話偏偏不算數 那現在周大哥去哪兒 他說過, 他跟我打賭如果輸了的話 我要他做的事他做不到的 就要跳下去餵鯊魚 來吧 周大哥 小小姐 你不用知道離開這兒半步 當今之世 只要你懂得九陰真經的經文 你聰明就把他抹出來 老毒物, 你的算是怎麼樣 你不把我老乞丐放在眼內嗎 你乖乖地放了我小徒弟 五七公, 我不是怕了你 我不怕告訴你 剛才的酒菜我早已下毒 在六個時辰之內 沒有我的解藥, 你們就... 老毒物, 你很卑鄙 臭小姐 你聰明就在六個時辰之內 把經文默殺出來 我或許會放你們兩師徒一條生的 要不然你們等著他見周伯通吧 這臭小姐真是在酒菜那裡下毒 老頑童真的猜不得 平時又糊裡糊塗 到你做正經事的時候這麼有骨氣 師父, 幫你殺出去和老毒物報告 我周大哥報仇 不行, 阿靖 這艘船是他的 可能到處都有機關也沒頂 而且大海亡亡 我們不要跟他鬥, 見步行步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靖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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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哥哥, 都差不多六個時辰了 那個臭黑衣和那個傻子 好像甚麼事都沒有 沒理由的, 難道... 難道你有解藥 我的毒藥只有我的藥可解 他們怎麼會有解藥呢 我看他們一定沒有碰過那些酒菜就真 那應該怎麼對付他們呢 他有張良計, 我有個長梯 好, 給他們看些厲害 師父, 難怪你還睡得這麼安樂 你不怕楊鋒用毒計來害我們嗎 那你怎麼能幹的 總之一句話 他主公, 我們就主手 徒弟仔, 不用怕的 有教你就睡, 有教你就打 甚麼聲音 他們會不會想鑿沉這艘船 沒理由的 鑿沉哪有這樣的聲音呢 而且這艘船是老毒物的 他怎麼會鑿沉自己的船呢 這些聲音從哪裡聽過呢 鑿沉 鑿沉 老毒物用蛇來攻我們 豈有此理 徒弟, 你看著, 我繼續睡覺 徒弟, 徒弟, 忍著呼吸 師父, 我跟郎Sir... 快點衝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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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來的空曠地方 那些毒煙很久我們就不喝了 幸好走得快 走得快? 似乎嚴肢過了 吳七公, 你捨得出來嗎 老毒物, 其他人就不怕你 我老黑衣絕對不把你放在眼內 甚麼?上次毒你不死, 算你行為了 這次你們沒這麼幸運 太兒, 放射 是 師父, 怎麼辦? 阿靖, 你想不想看老闆徒報仇? 當然想 這樣就騙了 蛇不會咬你的 你先撲上去, 消滅了這個小毒物 是 不是 我會否正好 說到這個小毒物 還要不要跟她走 有嗎 我會不想看老闆徒報仇? 我會不想看老闆徒報仇? 有嗎 太難了 好, 童弟, 你想快點逃一逃 上走 不要緊, 牛腫就拿來交兩缸 躲在上面, 算是甚麼好汗 老毒物, 你像蛇多虧人少 叫他英雄了吧 徒弟仔, 這上面真是風涼水冷 也不知道多舒服 是啊 老毒物, 你這麼喜歡打架 我有本事你就上來 我趣事豐沛 你們不用這麼低意 我看看上面可以避多久 你這個小毒物這麼多嘴, 是嗎? 徒弟仔 是, 給這些青銅解毒尿炭 是, 換走這蛇 是 老毒物, 這些蛇攀腰的 你說出聲 讓老乞兒也孝敬他們 老乞兒, 你在上面 用心吃西北楓吧 我有時間可以慢慢等 阿兒, 在這裡擺酒菜 我們兩叔就慢慢談 是 師父, 我們真的在這裡等 阿兒, 你以為我會想嗎? 見步行步 你別問我, 我怎麼知道 海這麼大, 我怎麼知道他們漂流到哪裡 怎麼想不到呢? 我找不到而已 他們一定會找到的 你快點去找阿直哥哥漂流到哪裡了 你看, 你還能不能支持他嗎? 可以了 師父, 你有沒有受到傷? 你真是傻傻的 區區一個老毒物 怎麼能把我打傷呢? 不過我最難支持的 就是下面那些… 叫他走 熊老前輩, 郭世希 桌上這麼多酒菜 怎麼不來享用養樂費呢? 是呀, 我真不明白 真正經的經文 你的徒弟仔也背得滾瓜難熟了 就算他說出來 對他也沒甚麼損失 你們何必這麼固執呢? 我這個老乞兒 說了我不下就不下 好, 有本事你們倆宿宅就拍了一點點坐 讓我這個小小小請你們喝童子釣 走 人家喜歡在上面吃西北風的 就不得他了 我們慢慢喝 喝 好酒 好酒 那些蝦真是大隻 又新鮮了吧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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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臭頭見得這麼爽氣 別動啊 你竟然把我打倒過來 如果蓉兒現在在這裡就好了 他一定有辦法對付歐陽鋒 那你不敢 對付歐陽鋒也在其次 最重要就是有辦法對付那個五臟標 真的 是我的白鋒 一定是蓉兒叫他們來找我的 蓉兒, 那就快點發信號 叫他們回到那幫救兵 希望他們快點通知蓉兒就好了 既然救兵就到了 那無謂在這裡等得這麼辛苦 蓉兒子 想辦法找一頓好的吃 好就好了, 不過有甚麼辦法 你放心, 生人自有妙計 老毒物, 我真是佩服你了 你知道我老乞丐呢 天不怕地不怕 最怕就見到好東西沒得吃 好了好了, 我現在認輸了 你趕快吩咐你的人 準備一些酒菜給我們吃 知道嗎 師父, 這次你不怕吃到歐陽鋒下毒嗎 他這次有求於我們怎麼會下毒呢 好嗎 不是呀 難道你真的想我把九陰真經的經文物給他 大丈夫一言九鼎, 怎麼可以不守諾言 你真是 但是, 如果... 那你也不用緊張 真經不給他 你可以給他假經的 九陰假經 當今世上 知道真經經文的人只有你一個 那你寫假的出來也沒人知道 但是不行 歐陽鋒武功那麼高超 而想用假畫非常 如果我把假的給他 他一定會看得出來的 這樣更容易 你記住, 鳳三準一 就是寫三句真的, 把一句假的 特別是寫到那些練功 緊要關頭的秘訣的時候 你就把它反轉去 高變低, 天變地, 東變西, 都變小 任他幾個機靈個人 都分不出真假了,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照著練那怎麼辦 那他就夠有自罪了 說真的, 我也很想看看他 練了假經之後的樣子是怎麼樣的 來 進來吧 郭世兄, 文房四寶準備好了 我叔叔請你現在過去 來… 用心抹那一篇真經出來 請 小毒物, 你別走開 來…你跟我說一聲給老毒物聽 你叫他得了一本真經之後 就回到西域好好練功了 練成之後再跟我這個老乞丐比試過 他就當那本真經是寶 其實我就當他是草 他這樣苦練真經 一定會把自己本門功夫荒廢了 其實算起來一加一減就等於靈 到時候又是不夠我老乞丐打 他這種所謂呢 只能用八個字來形容 就叫做除夫阿屁多此一舉 請慢用 我老乞丐真的這麼說 那我就更加放心了 為甚麼? 我一直說一句 為甚麼洪七公這次會這麼重貪 而他臨死不屈的性格 就算是餓死也不會那麼容易逼他走快 那就是... 甚麼重要 就是因為洪七公太過自負 看不起九陰真經 所以就讓郭靖把經文拿給我們 大叔, 你不怕去做假經文來騙我們嗎 九陰真經是絕世的武功被人騙 你以為這樣不做出來嗎 就算是做得出來的 也絕對不可以逃出我歐陽鋒傷難 那倒是, 大叔, 你真是精明 對了, 郭靖的小子現在怎麼樣 這個傻子現在有經文 我已經有人在監視他 一定要好好招呼他 在他密密出經文之前 絕對不可以代表他 大叔, 我知道怎麼做了 我女生是神奇 那麽ляются雲有灰燈 尖案不會讓我哭 我家裡爬到現在 心情績 我會不想殺 今晚不再會 我去年一時 我自己也想吃我 读文句 究竟世上什么最劲 射雕 射诗 射符 流云 红生意 仰天一试 忘言冠文句 最高 最极限是谁的 人家 命中之 何云之英 经我自發自透的冲击 寫我的经 是我不过法声 魂伤奉月同心 圆灯青天一试 心中唱杰情 而愿意记得通风 碍红生意 就无忍不哭 咱们两试 算不过法声 做符 咱们两试 作词 射符 咱们两试 本诗 评伏 编曲 射符 折磨不放发声 魂心魂决奥星